年少成名20岁就已经身价过亿 作为娱乐圈顶流的他 却差点无学可上 曾经放手逼伯的王源 却被质疑是在逃避高逃 作为顶流组合TFBOYS一员 王源平方鼓努去了北电 依仰欣喜文化演义 双料第一去了中信 而王源却毅然决然 选择出国去伯克利 有人说他是靠关系拿钱杂 却不知道为了考上伯克利 从报名到面试 全是他一个人完成 没有依靠任何人帮忙 我常都没找 原来自己帮忙 其实对于王源来说 19岁选择出国读书 绝对不是最轻松的路 他完全对平均购钱的高人气流量 留在国内捞心 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 凭着TFBOYS这么多年的招牌 日子也能过得很幸运 但他取次放弃国内的曝光 和商业活动工作 独自一人在异国求学 王源就像一个野心活动的赌徒 为了可以靠近自己的音乐梦想 呼吸在人生的赌桌上 扔下了自己身上最重的丑吧 勇敢而坚定地向自己 音乐道路前进 29年王源打人冲上热搜 一时间网上骂声一片 关于王源的黑料满天 被他的任何言行都被放大再放大 当时的王源也只是刚成人 对于绝心谩骂 他选择一个人默默消化 十多次参加作业 他才解释道 这个商人承受了很多的恶意 心里依旧怀着满腔善意和温柔 他会在手带香蕉手套拉完面之后 摘下手套用自己包固好 放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 他会在嘎马虎台上 不小心踩到西幕僚的礼服后道歉 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踩到女士的裙子 他会在女嘉宾悬空帮别人签名的时候 帮忙做着照片 方便对方签名 签完后还不忘途共 结果签字笔盖上盖子 在双手交换给对方 他会在水滴见到小孩眼睛时 立马身手帮女孩遮住 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 不分场合不分时间 王源一直都是一个 有教养温暖又细腻的人 即使出道多年拥有经验的地位 不曾改变 他是中国青年艺人代表人物 年仅二十却早已成为国内平友 都用千万本心 在别人还在上大学时 他早已身家上益 他等两次参加联合国会议 是首位登上联合国的中国少年偶像 他也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2013年王源与王俊凯一样签行 三人组成了TM Voice正式出道 一首青春修炼手册 火遍大江南北 作为主唱的王源 在15岁时学着自己作词作曲 开始追寻了音乐道路 2016年 王源首支个人作词作曲单曲 因为《预见你》发布 这首写给粉丝的歌 一发布就横扫各大奖项 甚至帮含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惊喜奖 2019年初 王源用力排终意参加歌手融创类节目 《我是唱作人》 在第三季 王源唱自己作曲作曲的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唱到哽咽诗声 也感动了镜头前的无数观众 去伯克利念书前 王源在南京奥地开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当演唱会接近回声 因为不准分别 王源选择以潇洒背影收场 而后他一路狂奔到停车场 以VTR连线的形式 在车上同大家道别 跟别人品味已经拥有的太多了 失去一些也是应该的 王源总是说他是很幸运的 但事实是 有人爱他是因为他值得 不是所谓的运气或恩赐 仅仅是他值得